疾管署公布了高雄市三民区 新增四例本土登革熱的病例 而这四名个案都是住在五月二十九日 首例确诊个案的一百五十公尺距离之内 这一波全聚感染 已经造成了十个人染病 截至目前为止 国内共累积了十二例本土登革热病例 都是住在高雄市 疾管署表示 最新新增的这四名个案 分别是三男一女 近期没有出国史 活动区域以住家学校及工作地点为主 经过检验确诊 都是登革热第四型阳性 目前住院治疗中 今年截至目前 国内累计的十二例本土登革热病例 都是住在高雄市 其中十位经过证实 都是2019年第四型登革热印尼株 确认为社区群聚疫情 卫生局研判 未来两三周内 仍可能出现同波感染正密切监控中 而群聚个案的其中五人 有三民区顶经理金诗湖市场的活动使 该市场人潮众多 为避免疫情经人流扩散 也已经在金诗湖市场插射登革热警戒期 提醒民众减少出入警戒范围 而气象局也提醒 近期国内各地仍有降雨机会 民众应该加强检视户内外环境 尽速清除积水容器 避免病没为滋生 另外提醒民众 如果有发烧 头痛 后眼窝痛 肌肉关节痛 出疹等疑似登革热的症状 应该尽速就医并告知活动使 记者综合报道